这是小新跟美牙的姐姐雅惠的初次相见 两人刚见面就上演了数来宝的名场面 这天下午 美牙的姐姐难得的过来探望她了 而动画版前期是把真牙翻译成雅惠的 至于其性格就是喜欢恶作剧 美牙刚一开门差点没给自己吓死 为避免她待会吓到街坊邻居 美牙胆忙催促雅惠将面具摘下来 不曾想面具之下是更恐怖的面具 之后从姐妹俩的谈话得知 雅惠性格活泼从小就喜欢搞恶作剧 而美牙则性格火爆从小就动不动的生气 不过既然姐姐来了自然得好好招待一下 而就在美牙出门买菜的期间 马铃薯也在这时放学回来了 于是雅惠玩性大发准备吓唬吓唬她 不曾想这个外甥比她更胜一筹 你回来啦 不错吧 这是鸡蛋里面具 我在幼稚园做的 而马铃薯也是第一次见这搞怪阿姨 出于害怕她以为是上门绑架的呢 直言自己家很穷没钱付赎金的 尽管雅惠向马铃薯介绍了自己 但这家伙鬼精鬼精的半信半疑 这么说来我们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 真是的 要讲的话应该是亲戚关系 话虽如此雅惠还得拿出实际的证据来 那干脆来一场秋天爷爷交的鼠来宝对对看 几个悬念的蛮有劲的嘛 挺不错的 于是在问了开头那两个问题后 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相当炸裂 这一场鼠来宝的结束 马铃薯终于确信眼前女子是她的至亲阿姨 只是这种认亲方式有点过于炸裂 而这感人的一幕也被美牙看在眼里 晚上广至下班后好好招待了大姨姐 至于雅惠来野人家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随便抽了个签就选择出趟远门 为了欢迎大姐的到来 美牙还特地点了一大盘寿司 知道美牙做饭不容易 还加了块最好吃的鲑鱼寿司送到她嘴里 直到她吃进嘴里细细的咀嚼后 她才意识到诱重了大姐的恶作剧了 我又成功了 这招有效 她从小就这样吗 没错没错 美牙她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妈妈跟阿姨 感情好好哦 蜡笔小心里的七草中 你还有印象吗 据说呢 只要在一月七日吃了这个 就可以一整年都不生病的哟 这天中午 看到七彩组合餐广告的广志心血 来炒想吃七草粥了 但由于七草粥所需的菜类太多 嫌麻烦的美牙 想着用菠菜之类的代替一下 如果你只用一把菠菜 就想混过去的话 不是太偷懒 啊 既然你这么说 那么就把七草全部背给我听好了 但其实广志连七草 是啥都说不上来 据说七草粥 是由我国传入小日子那边的 只要在正月初七吃了这个 就可以一整年都不生病 而为了能够吃到正宗的七草粥 广志接下了美牙 让其将七草摘回来的任务 并且还不能去超市 买现成的来充数 小心 我们去摘七草吧 啊 这个 啊对了 我要带小白去散步 就这样一员一狗满脸无奈的 被老父亲拖着前行 再说七草粥所需的七草分别是 芹菜季菜鼠蛆草 宝盖草无精萝卜繁侣 之后父子俩很快就找到一处菜地 里面正好有他们所需的无精和萝卜 在广志的吩咐下 马铃薯当即就要出动了 也不要做出那么明显的小偷打扮 我是这样比较有紧张的气氛吗 见眼前的父子鬼鬼祟祟的样子 仲菜大叔毫不客气地要将他们赶走 爸爸 这样就不能叫妈妈做七草粥了 因为我爸爸一点钱也没有 而且他做七草可以自己去找 这招感情排直击仲菜大叔的内心 再加上马铃薯那楚楚可怜的眼神攻击 此时大叔恨不得把菜币都转让给他们 在开了个好头后 父子俩继续努力寻找 不多时又分别找到了寄菜和帆侣 并且运气不错 还在附近发现了鼠躯草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来到了黄昏 此时父子俩就差最后一种宝盖草了 可直到黄昏他们依旧是一无所获 广志想着求助小白看能不能有意外之喜 而小白也是无愧白神的称号 父子俩找了半天的宝盖草 被他不到两分半的时间就找到了 怎料这时尿意使得小白抬起了左脚 广志见情况不妙想阻止已然来不及 辛苦一天的广志未能及其七草不说 到头来因为流汗加吹风还付出感冒的代价 不过虽然没有吃上七草粥 但六草的味道也不错 这绝对是小心外公最射死的一次 正经一辈子的他差点被这爷孙俩毁了 自从九州的外公外婆来到野员家后 外公每天早上一到五点钟就准时起床 可怜的父子俩被他强制叫醒喊来做体操 由于美牙他们起得没那么早 做早餐的重担则落到了外公身上 餐桌上马铃薯像往常一样没个正行 并且在他的引导下外公都被带歪了 你把吃的东西拿来玩 都是你已经要我的 一气之下外公就对马铃薯展开追击 嘴上说着要好好教训这家伙 结果在马铃薯的一步步又倒下 外公也感受到了野员家的雪崩攻击 这是你女儿的杰作 而随着睡醒的阿盈也加入早餐行列 两个老头子又开始针锋相对了 双方还没聊几句又开始争吵起来了 直到美牙他们被这动静声吵起 两个老头子这才停止争吵 趁着马铃薯今天不用上学 外公决定带他去国立博物馆参观 怎料刚说完就被爷爷否定了 直言去那种无聊的地方不如去元素玩 最终经过马铃薯的提议 两个老头子同意了通过猜拳来决定 由此可见最终还是外公获胜了 但是参观博物馆挺枯燥无味的 索性马铃薯这家伙挺会找乐子的 主动模仿跟他相似的图偶引的阿盈哈哈大笑 之后的爷孙俩也是没有闲着 眼瞅着博物馆的前台小姐有几分姿色 说着说着阿盈就开始动手了 虽然关键时刻外公及时出手将其拉住 但这也使得前台小姐的裙底漏光了 带姐姐穿什么颜色的小颗颗 嗯 粉红色的 羞愧的外公也没了兴致准备回家了 可由于太久没来外公不太认得路了 一时间他竟不知该往哪走才好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前方抽烟的不良少年 职业病使得他忍不住上前训斥 你这个落伍的笨老头 两人的嘲笑使得外公陷入自我怀疑 或许真如他们所说自己已经落伍了 与此同时的爷孙俩正好路过这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小星竟然离家出走了 而事情的起因则是因为一块布丁 这天下午三点 马铃薯又像往常一样准备吃点心了 正准备开动食一股强烈的尿液起来 然而就在马铃薯去上厕所的期间 午睡的美牙却在这时睡醒了 刚起床的他正好想吃点冰的东西 就这样桌子上的布丁就被盯上了 带到马铃薯满心期待地回来时 桌子上只剩下一个空盒子 正当马铃薯要当面质问美牙时 不曾想去被美牙先发制人了 原来是这臭小子又在房间里乱涂乱画 并且还把美牙的裤衩子套小白头上了 说吧便出手狠狠招呼马铃薯的小屁股 不仅布丁被吃掉还挨了顿毒打 此时的马铃薯可谓是憋屈极了 正好这是电视放着关于家庭问题的剧情 女子迎挨了母亲一巴掌 一气之下就要离家出走 见此的马铃薯备受鼓舞也要离家出走 在此之前还得做好准备工作 不仅要带零食就连喜欢的玩具也要一并带走 一切准备就绪后还跟小白进行了告别 鉴于独自一人离家出走有点害怕 马铃薯强制性地带着小白跟他一起 而在离家出走后他却不知该去往何处 所以干脆找附近的警察叔叔询问意见 玩闹过后警察询问他有何证实 当听到马铃薯此行是离家出走时 警察叔叔以为他在开玩笑并没有放在心上 并且很快就接到报警急忙赶去处理了 而在警察叔叔走后电话再次响起 与此同时美牙也正好路过这里 若换作平常马铃薯肯定上去相认 可现在他媚心认为妈妈不喜欢他 听到妈妈还在惦记着自己 马铃薯瞬间放弃离家出走 最终只有小白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而应景电视的结局也是母女俩重归于好 铃薯 support平常 Love 哈哈哈哈